艾伦 下午好 艾伦 下午好 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就是 魔法觉醒 网易能被加持吗 我们看到北京环球影城的门票 在今天是正式开售 并且将会在9月20日 正式开源 虽然目前还没有开源 但是一款名为 《哈利波特魔法觉醒》的游戏 已经是火爆全网 我们打开朋友圈 小伙伴们都在呼唤 开学了赶紧加入到魔法学校 这是一款获得援助授权 网易自研的手游 和北京环球影城有联动推出 现在热度非常高 所以现阶段的话 有没有机会带动网易的走势呢 现在游戏的话 可能就正在监管或政策的风言里面 所以就这款游戏 就首先这款游戏 已经引起多大的混动 或者是多大的推广的话 暂时还在观察 但是如果是这款游戏 过分的火爆而引起了 有关监管部门的注意的话 可能就对网易来说 并不是一件好事 再加上 如果是就以那个 《哈利波特魔法》的背景 这类型的游戏的话 可能就针对的还是一个 18岁以下就未成年人的 一个对象吧 如果是这种的话 可能就也受到 最近关于游戏 就为什么玩游戏的 那个时间的规管或限制 就包括是时间 或者是充值上 其实也是受到 比较大的限制 所以最终可以 就转变为网易多少的收入 这个是一个 就比较大的疑问 第二的话 其实这类型的游戏 就是可能是买了某个IP 然后就把它转换成游戏的话 虽然一开始的话 其实会收获 就某个热斗或是招揽 就某个人 比如说现在是一款 就《哈利波特》的 那个搜索游戏的话 可能就可以收获了 就是在国内有 就很多《哈利波特》的 本身的那个毒子 或是电影的粉丝 可能会首先去玩 但是的话 就因为它也是 就受到那个《哈利波特》 授权的影响的话 可能也是受制了 它的就网后的推广 就是本身你可能就对于 《哈利波特》这个游戏 不太感冒的话 可能你对于这款游戏的 那个兴趣就并不是太大 这个情况 其实我们之前 在其他的IP 比如说一些影视作品 展唤成游戏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 就类似的形象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成长其实是很快的 但是很短时间以内 就在那个人数的玩家方面的上升 都会遇到一个 就是比较大的瓶颈 就好像就之前 那款就全游戏授权的那个网游差不多 其实都是就一开始的时候 就那个玩家人数的增长 其实是很高 是很快 但是可能就没有多久 可能两三个月 就已经到那个玩家人数的瓶颈 往后的话 其实是一个逐步下降的情况 所以这个是比较常见在一些 就是影视作品改篇 或者是授权的游戏当中 而真正长时间爆款的一些 就游戏的话 比如说腾讯的皇子荣耀 或者是就是绝地求生 就是吃鸡内的那种游戏的话 就是那种比较原生原创的游戏类型 可能它的寿命会来得比较强 而且它的那个增长的空间的话 会来得比较大 所以从就你从那网易的股价方面 其实也可以分辨到 其实大家就投资对于这些个别游戏 或者是这种影视作品授权的游戏的看法 可能就并不会特别乐观 可能就对于网易来说的话 就可能补充某些的收入 但是对于网易往后的发展的话 大家观察的 或者是大家就看重的 还是这方面政策的未来的发展 就会收紧到现在这个程度 就已经差不多 还是未来会进一步的就收紧 就是游戏方面 无论是宠子 或者是那个就是成年人 未成年人那个玩耍的时间 所以其实说这款游戏 虽然目前我们看来比较火爆 但是正如艾伦所说 首先你要是哈利波特 这样的一个粉丝团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一个局限性的 寿命来讲的话 还是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另外我们再说到这个旅游概念股 我们知道像同城一龙 携城以及主题公园的 像复兴旅游文化 还有海上海洋公园等等 实际上在十一黄金周之前 目前还有没有一些上涨的空间 因为环球影城的这个开幕 会让大家认为说 也许市场开始关注到主题公园 这个板块但是可能也会被理解为 有客流被分摊的可能性 也有可能被解读为负面 所以综合来看的话 您会怎么来看呢 其实十一环球效应 再加上那个环球影城刚刚开幕的话 其实对整个旅游板块来说 肯定是一个利好的消息 就至少在随环球之间的话 其实大家会憧憬那个旅客量 而且带动周边的消费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园区 或者是一些旅游景点 同样也会受愧 但是就有两点需要注意的 就第一点的话 其实就旅游相关的一个板块 无论是刚才你说到那些同城易龙 或者其他的酒店订网 就酒店或者是那种出行订票的一些网站 还是那个航空相关的股份 在之前一段时间都已经 就出现比较大的上涨 第二的话就有一点需要注意的 就是刚刚再过去两天的话 就是内地福建的传说 就传出就疫情都出现反弹 而且有一个扩散的景象 因为今天收到的消息 就连那个厦门也出现 有一个就是本土的案例 所以就要关注在十一环球之前 会不会就是疫情在内地部分的城市 如果是又在 就是又在死回富然的话 这个对于内地的那个出行 或者是旅游的那个阻碍 可能会比较大 因为大家也知道 就内地反正出现一两个案例 或者是出现进行反弹的话 就最长的方法都是封城 再加上船民的检测 这个对于就是出行相关的一些板块 大家可以参考 就是在六七月份的时候 就有相关的一些股份 就包括内地的航空股的跌幅来看的话 可能就会大家短期 可能会有这方面的担忧 所以如果要炒 就是炒那个时 炒那个时 直接环境中 因为毕竟已经不是最初部署的阶段 因为你要部署的话 肯定是在就八月中 八月底的时候开始部署 现在其实基本上都已经炒到 一个就接近三顶 或者是就算不是三顶 也是三顶之前 可能是一个散播的差不多的位置 所以剩下本身的水位就已经不多 而且面临可能有一个就疫情反弹 导致整个板块 可能会有一个比较大的调整压力 这么一个风险 所以要炒这个板块的话 可能大家的态度 还是需要比较谨慎一点 而且要观望疫情 在内地的走向跟发展 才能决定 就是未来就剩下那一点的旅游 或是实际环境 相关的概念的空间 就还有没有可以上升下去 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 疫情的情况 可能也会影响到相关的一些概念股 另外和这个主题相关的 第一是跟这个黄金周有关 第二是跟IP概念有关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泡泡马特 因为我们看到在五一期间 曾经出现大涨 大家出门吃个饭 购物其实很多人都在网上进行了 但是我们可以买一点小东西 来哄自己开心 所以这个时候 很多人都会觉得说 不能白出来一趟 所以就抽一个手办 这个也是成为很多年轻人的一个选择 那您认为在十一期间 泡泡马特是否能够走出 五一的行情呢 泡马特的话可能就跟领受消费相关的板块 这个也是跟旅游相关 就也是深度绑定的 如果是整个旅游板块 或者是整个十一黄金周的概念 可以延续炒下去的话 大概泡泡马特也是其中一个收回之一 而且泡泡马特你看它的股价走势 其实是远远落后 就其他旅游消费相关的一些股份的 所以就如果就是疫情没有太大的反复 或者是也不影响 就是那个时期环游之间 就大家的出行的话 那大概就可能泡泡马特会有一个 追落后的效应 但有一点需要注意 就是泡马特它上市到现在为止 本身它的估值其实也是比较高 而且从过去一段时间 它的增长的话 其实已经慢慢的就缓了下来 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的话 大家可能也是关注 这种高估值的股份 就未来的一个调整的压力 就毕竟现在我们看到 就很多之前就上市暴涨 估值比较高的一些股份 都有一个比较深度的调整 而且它们调整还没有完全结束 所以我觉得就对于新经济 对于这些估值比较高的股份 未来的那个调整压力 还是会存在的 只是短线大家可以搏一下 就追落后或者是搏一下反弹 其实还是可以的 但是要就是严守 就自己就满入的时候 定下的一个止损的位置 这一类的股份 实际上都是被我们称为 是Z时代概念了 另外跟这个概念有点相关的 就是元宇宙概念 其实也是近期火爆的一个题材 那今天我们看到 小米就赶在今晚 苹果发布会之前 推出了概念产品 小米智能眼镜 外观是与普通眼镜相似的 利用光波导技术 把画面投影在镜片上 并且具有独立操作系统 可以支援通话 导航还有拍照等功能 不过小米是没有公布 智能眼镜的量产时间表和价钱 其实我们看到 现在很多公司都抢着 在智能眼镜上发力 未来是否会成为 一个全新的赛道 那对于小米而言 帮助究竟有多大 会不会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看到小米 涉猎到的很多领域 但是反而什么领域都涉猎 但是却做得不精呢 小米其实它成长下来的 主要策略还是以一个性价比 占优 其实它在原创 就它创意方面 其实就并不是它的强项 因为就我们看到 就小米成功的例子 或是它一直成功的经历 都是就反正人家有的 就我就赶紧参考它的设计 就弄一个差不多的出来 但同一时间 就是我们就参考 或者是我们看小米的时候 都觉得 如果是有同样的功能的一些 无论是手机 或者是一些 就其他的那些 就是其他的家电也好 就是有同样功能的小米 一般来说都比 就比其他的牌子比较便宜 如果是同样的价钱的话 那一般小米所拥有的功能 可能会比较多 所以就是小米在那个 无论是智能手机 智能穿戴 或者是智能家居方面 它从来都不是一个领导者 也不是一个迎领者 它从来都是一个后来居上 可以跟你就一个 评分秋色这么一个角色 所以你说元宇宙概念 就小米就是 反正大家现在都在谈 反正现在都在就是参与 但是距离那个元宇宙 做了降临或是距离元宇宙的那个 就普及还是有一个比较长的路要走 毕竟有各方面需要配合 第一是硬件方面 就是需要配合 就是有些3D 就无论是VR还是AR也好 就是现在的一些智能穿戴 或者是那种3D眼镜 或者是那些VR的眼镜 还是不能够解决 那个就是长一点时间 穿戴就会有一个 就就是晕的那种情况 第二的话其实就是内容 或者是其他的软件 现在还不配合 所以现在可能还是存在 一个就是探讨阶段 就探讨阶段 就你说 就小米那款眼镜 其实跟Google 大概可能10年前出的 那款Google Glass 其实区别 就功能上区别 就并没有太大 但是就 你Google Glass出了 已经有10年 但是它 它还没有办法普及 或者是后来 Google也是选择停产了 就是说其实 就是除了Google Glass以外的 那些各种 无论软件硬件生态 各方面都不配合 这种被你底下的话 其实单一产品出现 是没有办法 就获得普遍的认同 或者使用的 所以你可以就 就把这个作为 小米本身的概念 就是至少 如果这个 就那个圆宇宙 最后能普及的话 就是小米可能也不会 就落后于其他的商家 可能也是其中一个参与者 就如果是圆宇宙 其实不到来的话 就大家还是观看 就是小米本身的一些 基本因素 毕竟它现在的 大部分收入都是来自于 这种手机 然后一些就家电 部分可能就有一些软件 或者是互联网方面收入 这个就构成现在 那个小米的业维物 就那个小米的业维物 而这个业维物的发展 在下半年虽然还是充满了挑战 但就大家觉得 其实它的业务 还算是平稳的 所以最近的股价调整的话 大家也觉得 就估值上其实是一个 就合适 或者是就值得 希腊的一个区间 所以它有这个产品 是一回事 能不能量产 又是另外一回事 同时大家也要关注的 就是这个新的产品 它到底能不能给我们的生活 带来帮助 到底是多余的 还是说它真的能够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另外除了小米这一方面 大家可能更期待的 还是苹果发布会 我们看到据悉 苹果是首次在邀请函上 使用了AR技术 邀请函中的logo非常特别 可以在现实场景当中 悬浮苹果的一个标志 再还有这个发布会的时间等等 那这些实际上是引发了不少媒体的猜测 这次发布会上 苹果会不会也要推出一些 有关的AR设备新品 那AR眼镜会不会也是 这次发布会的彩蛋呢 这个就没法猜测了 但是苹果 因为一般来说 如果它有新品发布 各方面之前都会有很多叠照 或者是有很多行业的 一些消息存出来 毕竟就对苹果来说 它就并不是 它的产品就并不是它自己制造 它只是负责设计跟那个品牌的管理 就制造 其实它还是外判 给外面的供应商去做 所以如果从那个苹果产业链 都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新闻 就比如说 它就没有听过 它找哪家的代工 就无论是布置康或其他也好 就帮它做这样的一个 资论参戴过的产品的话 那大概率就是突然间 在发布会里面 爆一扬这新的产品出了 几率就并不是太大 但是你说就是新一款的iPhone iPhone 13里面 今天被某个VR功能的话 这个是有可能的 就是应该大概率的事件 毕竟就每次有新iPhone发布的话 其实苹果都会 就是加一点新的那些 就是功能 新的一些概念进去 那现在大致上 如果你把某些AR技术加进去的话 这个也算是一个合理的猜测 那对于就iPhone 13来说的话 可能就大家的 可以憧憬它的销量的预期 可能会比之前就各了管 那我们今天晚上 也是共同去目睹和期待一下了 这一节非常感谢Alan 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析 接下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过后和大家继续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